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文 Hello,朋友们,我是玛丽亚 前一阵子在我们努力做好疫情防控的时候 不免会有一些比较好痛的外国人 不配合隔离,不做好防护 也不遵守法律法规,然后破坏秩序 对于这一类的外国人呢,我们可以重复为 就是洋垃圾 洋垃圾? 所以呢,我们要坚决抵制这一类人 那我今天想问一下 同样作为外国人的玛丽亚 她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好,老婆,你知道上海的垃圾分类吗? 对啊,上海的垃圾分类我知道 有什么,有干垃圾,有食垃圾 吃垃圾 吃垃圾,然后还有可回收垃圾 还有有害垃圾 好,回答正确 那你有听说过洋垃圾吗? 洋垃圾没有 没听过也没看过 洋垃圾,洋是指洋人 洋人呢,就是指外国人 然后洋人它还分东洋人和西洋人 洋垃圾呢,就是指外国垃圾人 这样可以说吗? 对啊 我的妈 所以洋垃圾可以理解为外国垃圾人 比如在中国做一些坏事 不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然后搞破坏 或者骗一些中国小姑娘之类的 我明白了哪些人是洋垃圾 对,也见过这些人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的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有的 其实我也不喜欢这些人 因为他们一点都没有礼貌 一点都不受欢迎 不受欢迎 不受欢迎 就比如你去别人的家当客人 然后你比如说进去房间不穿拖鞋 直接就去穿外面的鞋子 还有乱动别人家里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非常没礼貌 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别人可能跟你说 但是你不敢就是继续做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人就是不好人 就是可以教他们垃圾人 垃圾人 那你觉得洋垃圾它是属于什么垃圾呢 当然是有害垃圾 因为对别人不好 伤害了别人 看来你已经非常明白了 很棒 还有我想说一下 其实我们也认识了一些 外国朋友 他们在中国留学 工作或者旅游 有一部分人确实比较垃圾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很好的 很有礼貌 也很遵守中国的一些法律法规 所以这样的人我们是比较欢迎的 还有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如果是出国旅游也好 留学或者说工作 也尽量去遵守当地的一些规则 规章制度不要在外国人的眼中做洋垃圾 也不要给我们的祖国丢人 对不对 嗯 我还想说一句话 如果你真的看到了一个坏的外国人 不能强 全部外国人都是坏人 对 也是只是一部分 对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 其实我觉得我是也一般中国人 我们即将来中国 是说明我们喜欢中国 所以我们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 还有文化 还有中国人 我觉得只有我们真的喜欢中国 真的爱中国 中国才会真的欢迎我们这些外国人 老婆说的很棒 谢谢 很理解这个意思 对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呢 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欢迎评论留言 有什么想法告诉我们 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好 谢谢大家 拜拜